希望能够排除掉 希望能够拿來排除掉這些 造成刺發性靈脈曲張的原因 也可以做超音波 超音波一樣 如果有看到血栓 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病人 是因為生部靈脈有問題 造成表情層的靈脈曲張 也可以做靈脈攝影 看他是不是穿動姿有問題 接下來談的比較重要就是 治療部分 靈脈曲張既然講了很多是危險因子 也沒有證明說 一定怎麼樣的情況就有靈脈曲張 所以治療就變得很重要 當一開始我們大概都會建議病人用 壓迫治療法 如果是很輕微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壓迫治療法只是延緩它的惡化 如果你本身的血管壁就是有異常 它沒辦法說因為穿彈性襪 或做了彈彈性繃帶 這個靈脈曲張不見 它不會不見 它一定會在那裡 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可能會讓它消失 現在 驗室廣告有人 有廣告說 吃藥可以治療靈脈曲張 千萬不要被騙 吃藥絕對沒辦法治療靈脈曲張 如果吃藥靈脈曲張不見 代表那個根本沒有靈脈曲張 所以不要去相信說吃藥可以治療靈脈曲張 再來如果比較輕微一點 可以用血管外雷射 把這個雷射少阻掉 當然這個大部分 血管外雷射做的病人 大概都是覺得靈脈曲張比較不好看 有時候覺得要穿裙子 要穿短褲覺得不好看 所以才會來尋找這種雷射治療 但是這種血管外的也是僅限於比較小的 比較輕微的靈脈曲張 太嚴重大概不行 再來就是用櫻瓜劑治療 再來最嚴重的程度 我大概就用開刀來處理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腳看起來很漂亮 不希望說有一條靈脈在這邊 看起來就會不好看 壓波治療法簡單講就是穿同性化 因為如果靈脈曲張 那靈脈可能很苦 穿短性化可以讓這個靈脈把它壓扁 然後改善它的靈脈 讓血液回流的一個功能 那同時有的人靈脈曲張以外 它逐步會有水腫的現象 那穿短性化可以讓這個 這個情況做一些改善 基本上要穿的話 我們大部分都是建議穿到膝蓋就好 然後就希望起早就開始穿著 一直到夜間上床 才可以脫掉 但是穿這個彈性化 很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我的病人十個九個都穿不住 真的都穿不住 尤其到了夏天 它會覺得很癢不舒服 而且這個常常一早 一早就要起來穿 所以你在下床之前就要先穿 我們光穿一個彈性化 一穿就有十幾二十分鐘過去 因為它這個是有彈性化 有時候不好拉 所以大部分病人後來都是放棄 大部分都放棄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性子真的需要久站 真的需要久站 那你每天晚上回到家都覺得腳很炸 很痠不舒服 我會建議你還是要穿彈性化 那可以把磅數降低一點 不要穿那麼緊的 那你就不會那麼辛苦 那再來就是血管外雷射 血管外雷射 基本上就是跟去斑點的雷射美容原理一樣 這個大概就是很輕微很標淺 這個大概就是 直接像專櫃的小姐 或是空空小姐 他們為了美容的原因 美觀的因素 來做手術 血管內的話 它現在有這部分取代我們手術 這部分取代我們手術 讓傷口比較小 恢復比較快 但是目前的健保 這個雷射的治療都是日費的 對 像這個第一型的蜘蛛網的經脈曲張 大概每個人仔細看 大概自己的腳 多多少都會有 很像這個蜘蛛網狀 很細 不到1mm 非常非常細 像這種的話 可以打血管外雷射 直接把它打掉 這種病人來治療 除非他真的是意願非常高 不然我就是建議他就灌這個 不需要為了這個很小的經脈曲張 來做這個手術 但如果他真的他的職業 這種需求的話 這個還是有足利的辦法 再來經脈就會越慢慢的鼓起來 所以越看越明顯 這樣藍藍的一條 這種經脈曲張 其實學起來不是很容易 經驗 你要用剛才講的蜘蛛網鏈 去打 比較 比較好的 大概就是 是目前為止 可以做的打櫻花劑 櫻花劑 櫻花劑的話 在台灣其實沒有很理想的櫻花劑 因為如果 有相對適合一點 那個日費的費用都 我覺得是超乎比例的貴 當然你說打其他櫻花劑 像比較便宜 像打高濃度的食鹽水 會造成皮膚顏色會變色 所以為了美觀的原因 來做這個處理 有時候可能沒有那麼理想 再來這個 經脈就會越來越鼓 開始像一條小蚯蚓出來 再來就是 整個就鼓起來了 那 我之前遇到一個病人 他 到這個情況他要做處理 我也會鼓勵他說 因為這種 去做一個 很微創的小手術 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那個長在 後面膝蓋 在這個國窩附居 每次 穿這個 轉褲的時候 又有人跟他講 他後面是 這個沒有洗乾淨 我覺得非常困擾 所以後來就幫他處理掉 效果也不錯 當然最嚴重是像這個 這個 很嚴重 我常看到病人 如果是這樣來看我們 我會跟他講說 你治療 這個蚯蚓已經癢很久了 大概都是十幾二十年的功力 要辦法變這個情況 當然這個手術起來 就非常麻煩 非常麻煩 那雷射 剛才講過 如果是像蜘蛛網的 可以打血管外雷射 現在有這種是血管內雷射 我們放到血管裡面 然後把這個雷射太子往外拉 用雷射的熱能 把這個靜脈整個燒走掉 讓他 這一條靜脈封閉掉 那你說 奇怪 靜脈是要負責血液回流的 那你把它封閉掉 有沒有關係 這一條靜脈 已經沒有這個功能了 基本上他已經會造成 這麼嚴重的靜脈曲張 代表他的瓣膜已經壞掉 他能夠把血液從遠端 輸送為心臟的這個功能 大概已經喪失了 所以燒走掉 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確定 你其他的生物靜脈系統是好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都要做檢查 就是希望 如果你的生物靜脈有問題了 那你這個表情靜脈的處理 就要非常非常的緊張 那這是雷射治療 用雷射的熱能把它燒過掉就可以了 那印花劑 就是把一些高張性的容易 注射到軀張的靜脈裡面 讓他內膜壞掉 然後癒合消失 那方法雖然很簡單 但是附發率蠻高的 而且有時候 不是做一次 要做好幾次 要做好幾次 所以 有時候我們也會遇到打完以後 它有造成色素沉澱 造成比較嚴重的血栓發炎 這個比較麻煩 螢化劑的治療 來看這個 原則是要 我們就是把這個螢化劑 打到血管裡面去 然後用螢化劑再纏起來 看它的效果怎麼樣 這個是蜘蛛網機 可以給它打螢化劑 但是要打到效果這麼好 大概要治療好幾次 沒辦法說 我打一次就要變成這個樣子 不太容易 有的打完就有這個情況 這是很變 手術治療當然是比較有效 那複發率也是最低 但是 長到什麼時候 大家都會很害怕 那一般來講 五年內的複發率低於百分之十五 所以以後再複發劑會什麼叫做 那比較麻煩就是 我們會有初學 皮下血腫 一般血栓 還有因為一些要上麻藥 上麻醉 一些相關的病麻醉 那什麼樣的病人 我會建議他要很積極來做手術 第一個 造成成症狀 因為可能有血栓靜脈炎 造成嚴重的疼痛 這個要治療 不然的話 也有可能會阻伐 有症疾性的皮膚炎 有的甚至會有慢性的潰瘍 因為他的靜脈骨在那邊 他的靜脈壓力高 如果有發炎的話 一有傷口 那個地方 氧氣的濃度比較低 有時候就比較不容易遇得 如果有新生慢性潰瘍 也會建議他要做出 那美觀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因為靜脈曲張來做手術 大概一半以上 都是因為美觀的關係 手術治療當然是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 要做高位結紮 要把引靜脈都摘除掉 把一些靜脈骨的都把它抓掉 那有一些穿衝治療 要把它結紮掉 這個是我們大概做手術的方法 原則這樣 這條靜脈本來是在這個 皮膚下面 我們做手術就會把它整個把它抓掉 這個是我們使用的工具 原則這樣 這個 光看這個手術的施力圖 是有點殘忍的 感覺有點可怕 可是我們會把 我們這個 要抓取的這個銅條 從腳踝這個地方 沿著血管 一路往上送 送到鼠皮部的地方拉出來 然後整場靜脈就把它抓掉 像如果說 像剛才很嚴重那種 那種靜脈曲張 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治療方法 那有時候會從 腳踝下面往上 但是因為這個傷口 相對來講還是比較重 所以現在的話 這一段的治療 我們有的就用 這一邊也做雷射 做血管內雷射把它燒除掉 這樣這樣 這邊就不用有這個傷口 而且用比較小的傷口 完成這個手術 那現在的治療都越做越精緻 有時候不是只有雷射 也要有一些 色平招的系統 用不同的能量 來把這個血管燒除掉 那就不用開比較大的傷口 來抓血管 這個是它簡單的做法 那局部的靜脈 可能開一些小傷口 大概都一公分左右 把它抓掉 那 處理完以後 大概也不用 混合 大概就貼美容膠 就可以處理 還有一些比較精細的小器械 可以把一些血管 骨的血管把它抓掉 大概現在還有其他的 像光導引的靜脈桶 來切除 這個也可以 有點類似這樣 像拿內視鏡的方法 把皮膚的靜脈 刮掉 這個相對來講 還是 比較 比較 這個 疼痛 疼痛來講的話 比較大 只是它傷口 可以變得比較小 像我們抓掉一些小靜脈 那個尖刀 然後用勾子 把靜脈 鋪出來 把它解鎖掉 這個效果就會很 有一些有一條 這樣就不見了 也可以增加美觀 增加美觀 增加美觀 比較精緻的手術 比較精緻的手術 那 穿衝症結代就比較麻煩 比較麻煩 因為一般來講 要找到穿衝症 傷口就會比較大 所以現在可以考慮用這種內視鏡 在內視鏡下 找到穿衝症結代了 傷口可以變比較小 衝症疼痛也比較輕 那衝症的照顧就很重要 因為這種靜脈驅張 基本上大概都是指標 就是把 補起來的靜脈把它抓掉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衝症還是需要適當的照顧 所以這一病人至少前三個月 還是要穿彈性襪 讓他傷口腳消腫以後 才考慮不要穿 然後要控制體重 睡覺的時候 有需要的話腳就稍微抬高一點 而且 盡量測睡左邊 因為我們的下腔靜脈它是在右邊 所以測睡左邊可以減少 這個股份量靜脈的壓力 當然你說吃避孕藥 穿過緊的衣服 這個可能都會有點影響 當然它的影響可能是在深部靜脈 因為這些容易造成深部靜脈的回流異常 或是造成下肢靜脈症 這樣容易會有靜脈群症的問題 那有人是講避免敲二兩腳 或久站或久坐 因為我們如果站得太久 或是坐得太久 大家有時候講說經濟湯症候群 那就是因為坐太久都沒有動 那你的肌肉沒有收縮 我們下次靜脈血液的回流 很多是要靠肌肉收縮 所以它沒有肌肉收縮 它的血液就容易積在下肢 容易造成一些問題 容易造成一些問題 好 這個是我們靜脈群症治療的一些 簡單的介紹 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鼻を批起來 那個